第四个理论问题 我们就是说欧洲从中世纪的这种社会形态 向近代的社会形态过渡 它是群众参与的 我们过去的历史书上 只强调那个皇朝战争 就是说市民阶级和君主 他们之间进行了联盟 然后削平了地方格局势力 然后建立了统一的国家 说这就是民族民主国家了 但是这样的国家只会产生新君主 最后走向专制 所以在欧洲走向专制主义的时候 它主要还是有一场民主的革命 这种民主的革命的真正的动力来自老百姓 这种过渡是由群众参与的 走的不是自上而下的道路 而是自下而上的道路 过去讲欧洲过渡总是强调皇朝战争 讲市民阶级给了国王金钱 国王把诸侯消灭了 建立统一国家 现在我们不那么讲 我们把市民阶级当作主要的社会改革动力 我们把农民阶级 市民阶级 矿工他们的大联合 看着是一条建立近代政治的 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 自上而下的道路 只能产生新君主制 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专制君主的前身 还有一条是自下而上的 由人民来推动的道路 这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的基础 所以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 是自下而上的道路 和自上而下的道路 和自下而上的道路 两股力量共同推动的 不能只讲一条 而复利了市民阶级 农民阶级的改革和革命 自下而上的道路 它是真正的民主力量 它甚至要比皇朝战争更加重要 它是政治上推动欧洲 向近代政治过渡的主要的途径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些理论问题 所以如果比较一下中古制度和近代制度 我们对于什么叫中世纪 什么叫近代 我们就很明白了 中世纪的制度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中世纪我们用一个封建主义 它的特点就是领主附庸制度 农路制度 骑士制度 庄严制度 信仰时代 宗教社会 分散主义 部落习惯 自然经济 但到了近代 就出现了很多个不一样 第一个不一样 就是建立了政府和臣民的关系 国家和臣民的关系 国家是主权国家 国王上面没有教皇 没有联合体 在过去 教皇就是国际势力 可以干涉 一个国家的主权 在他下面 没有和他可以分定抗礼的 封建格局势力 所以现在的国王 他已经不是贵族了 他是国家的政府的代表 然后其他的一些人 变成国家的臣民 所以那个时候的国家权利 就不是一种私天相 而是一种公天相 主权的获得和文化上具有凝聚力 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对一个民主国家的含义 却有很多种理解 我论民主问题比较好解决 民主问题 那个民主国家 并不是指只有一个民主的国家 而是指民主之间 不同的民族 都团结在一个国家里面的 那种国家 我们从近代国家的经济上来看 近代社会实行的是交换经济 不是中世纪的自然经济 我们从宗教上来看 宗教和政治已经分开 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 纠缠在一起 不是政教合一 所以我们从这些理论上来看 我们就看到了 欧洲向近代过渡 它是有很多种特殊性在里面的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个问题 我们要了解的就是 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 它是一步一步走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有450年的过渡期吗 从黑史变时期1350年 到法国革命时期1800年 一共是450年 这个450年可以分为三个150年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主题 就是危机和驯服危机的阶段 因为这个时候封建制度瓦解了 黑史兵导致了人口的减少 所以整个欧洲出现的是危机状态 那么那个时候 市民阶级的主要任务 主要就是危机和驯服危机 第二个阶段 它也就是1500年到1650年 这个150年 是经典作家所说的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阶段 它的内容是 摧毁封建主义 建立近代体制 早期革命 这一说法 马克思恩克斯都提过 但是我们的研究 对此研究不够 总是认为 所谓早期的 就是初级的不重要的革命 其实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 非常重要 它改变了一个社会制度 建立了近代政治 所以那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 大致上是在16世纪欧洲产生的 它主要的内容就是摧毁封建 建立近代体制 它不是次级的 不是初级的 为什么我们说16世纪 就产生了近代社会呢 因为经过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 实际上体制已经变了 政治上已经不再是封建国家了 已经变成主权国家了 文化上 那个文艺复兴的新文化 已经取代了中世界经验哲学 神学上通过宗教改革 宗教和政治已经分开了 不再是政教合一了 艺术上出现了文艺复兴的新的艺术 强调形象 强调色彩 伦理上出现了新教伦理 资本主义精神 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 所以通过早期资产阶级革命 实际上已经摧毁了封建主义 同时我们也建立起了 基本的近代的体制 所以我们强调第二个阶段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 我们就是说 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 它也不是风平浪静的 而是主动的 是通过革命手段来获得的 那么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 我们说你既然已经是近代社会了 还有什么第三阶段呢 第三阶段就是1650年到1800年 这个时期呢 它主要目的不再是反封建 而是反专制 主要是民权和军权的斗争 民主和专制的斗争 所以1650年到1800年 政治上的斗争呢 主要就是民权和专制 民主和专制 民权那个反对专制 它完成的是要政治制度上的完全转型 结果呢 君主专制制度被废除了 宪法的作用增加了 资本主义制度真正建立了 资产阶级真正掌权了 所以欧洲实现了真正的过渡 那个时候爆发了一系列革命 英国革命也好 法国革命也好 这个本质上 都是近代革命 近代革命的内容 主要是要民权 不要军权 要民主 不要专制 这种斗争呢 一直延续到19世纪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区分了一下 近代革命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呢 主要是反封建 建立近代体制 近代革命的性质呢 主要是反专制 要民族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区别了近代革命 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 不同的内涵 不同的内容 和不同的性质 那么总而言之呢 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原因呢 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原因 当然欧洲是世界上 过渡阻力比较小的地区 或者说最小的地区 那么薄弱环节呢 容易爆发革命 第二个原因呢 是有个比较成熟的市民阶级 他们是主动的参与领导了这样一场革命 第三个原因呢 过渡时期的策略比较灵活 第四个原因呢 是根据社会需要 分阶段来进行过渡的 这样的过渡进程呢 是比较符合民意的 那么为什么欧洲过渡的力量最小呢 阻力最小呢 这里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欧洲已经出现了结构危机 表明中古的那一套封建制度 已经走到了尽头 你有结构危机和没有结构危机 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已经有结构危机呢 就好像你已经是个破了厂的工厂 那么你把一个破了厂的工厂关闭 交叉有人会起来反对 因为那个工厂早就破产了 当时欧洲各国的贵族 其实包括农民市民 都活得很不舒服 所以把中国制度取消 交叉有人 起来试图维护它 这样的过渡呢 阻力就比较小 它为社会改革 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第二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说呢 它出现了一个市民阶级和黄权联盟的现象 或者说为了驯服危机 而结成了一种统一战线 因为黑死病以后呢 整个社会乱了套 市民阶级提出要拯救社会 提出了市民和黄权联盟来维持持续 结盟说呢 只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市民阶级不仅和黄权结盟 还和农民结盟 还和下层民众结盟 这样一来呢 就形成了一条为振兴欧洲 为驯服危机和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 这个阵营的形成呢 实际上是获得了一种民主进程 所谓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呢 实际上是建立在民众的大联合的基础上 第三个情况 就是过渡要有一定的资源 我们不能说你穷过渡就穷过渡了 我们说过渡呢 它是要有一定的资源的 但是你怎么看过渡资源呢 我们要把它弄清楚 首先呢 我们看到第一个阶段 就是第一个150年呢 实际上 驯服危机是成功的 也就是通过第一个时期的危机与驯服危机 给欧洲呢 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欧洲人和世界各地的人得一样 很看重一套制度 能不能带来现实的效益 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 是有个资金不足 生产落后的问题 但是我们说到了1450年 到1550年 这个100年间的发展却是极快的 我们说过去的种子之比 一粒种子种下去 只能收三粒种子 但是到了1550年的时候呢 种子和产量之比 已经到了1比7 1比8 那个时候工厂恢复了 还搞了原工业化 原工业化呢 就是成了一些人到乡村呢 去搞乡政企业 搞承包 把农村也卷到市场经济里面去了 那就把经济搞活了 所以1450年到1550年 这100年间呢 欧洲发展很快 那么到了17、80世纪 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呢 资产阶级呢 已经很强大了 因为经过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以后 建立了一种新的体制 实际上已经不是封建体制了 而是近代体制了 那么在这样新的体制的运作下 出现了产权比较明确 投资积极 劳动者有生产积极性 加上市场经济 双品经济 国际贸易 规模经济 这就解决了过度的资源问题 这才使得欧洲的进一步过度 有了可能资源的问题 在这里呢 就得以解决 所以我们说呢 欧洲向经济社会过度呢 不是说没有 没有那个资源的 而是有资源的 这个资源什么时候来的呢 是在1450年到1550年 这100年间积累起来的 我们说原始资本积累也好 我们说整个向近代社会 过度的资源积累也好 德斯说呢 不是在1350年的时候就具备的 但是过了1550年 200年以后 他确实具有了丰富的资源 向近代社会过度 谈到资源的问题呢 我们这里要谈谈资源 不是看那个资源多寡强弱 还要看那个资源是掌握在谁的手里 那个你比如说中国这么强大 连那个法国人 德国人 那个Frank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在明代的时候 世界上最先进的 那为什么不能过度呢 实际上就是 中国的生产力是高的 中国的资源是丰富的 但是却有个资源分配问题 资源假如是掌握在市民手里 它能用来发展新经济新文化 但是资源如果掌握在 磁吸太后手里 它就用来盖预和园 所以我们不能 紧看资源的绝对的 那个积累程度 还要看那个资源 是掌握在谁的手里 是用来推动社会发展呢 还是用来巩固旧有的体制 所以从理论上来看呢 我们不能只看生产出多少东西 而要看这个生产出来的东西 给谁再用 如果资源是掌握在旧阶级手里 那么只会巩固原来的旧制度 这样的话呢 将使过渡变得很困难 西方在这个时候 它的资源是掌握在 新型阶级手里的 还有一个情况谈到资源呢 我们要看资源呢 是综合国力 不能仅仅看生产 还要看文化资源 道德资源 政治资源 是不是成熟 所以呢 像近代社会过渡的资源呢 主要是看一个国家的 综合的国力 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过渡的阻力比较小呢 它是比较符合民意的 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 是有区别的 当然资产阶级 还是可以代表 但是市民阶级 还是可以代表民意的 我们用的是市民阶级这个词 那么 我们说市民阶级 可以代表民意 民意掌握在他们手里 为什么呢 举一些日常的例子呢 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有个乡村企业家 他说家乡很穷 他说我们来办企业 那么老百姓也同意 那么大家一起来办 大家就被人赋予 过上好日子 那个时候他能代表民意 但是后来他的企业变成了企业集团 他成了资本家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和企业里的职工厂人对立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那个资产阶级 他手中有钱 他是带着资本去改造欧洲的 这种情况 也使得欧洲比较容易过渡 那么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 写了很多书 有的是很 入乡随俗的 譬如说马基阿威利写过君族论 还有一个人写过朝成论 还有一些精英分子写过 叫人怎么当骑士 怎么当仆人 怎么当医生 怎么当妻子 在这些著作里 他反映出一种市民的观念 也就是如何用市民的价值观念 去影响社会 改变文化 这就是文艺复兴在文化上面的改造 你在看市民阶级的那些思想 反映在艺术里面 他画的画就是大红大绿的 颜色用得非常鲜利 艳丽 这样的色彩 也是深受民间文化影响的 它不像中世纪的色彩 比较的境遇 比较的单调 用的是黑色 灰色 中世纪的文化强调境遇 强调建立拉丁十字型教堂 但是民间文化与之相反 大红大绿 所以文艺复兴四名精英 他是独立于封建宫廷的 直接来自于民间的 另外他们也独立于旧文化 他们不受学院派文化的影响 那些大花家 大知识分子 往往有三种学习的办法 一直跟一个师傅学习 然后自己办个作方 然后去去旅游 音乐家要旅游 美术家要旅游 这样才能培养出人才 所以这样一部分人 又有知识 又有技巧 又和人民解密的联系 所以他们在危机时刻 能够挺身而出 最后就担当了 向欧洲过渡的领导阶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谈的问题 我们谈的就是 欧洲向经代过渡有些理论问题 也谈到它是主动的 向经代社会过渡的 同时也谈到了它是通过革命的手段 然后也有阶段性 那么这样一些情况 使得欧洲比较早的向经代过渡 就是我们觉得它那个过渡 是和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你比如说文化上有一个运动 叫文艺复兴运动 宗教上有个运动叫宗教改革运动 所以我们看那个过渡 不仅仅就是一个经济发展过渡 不仅仅就是说资本主义 而是说它和文化宗教都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和文化和宗教联系在一起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制定出一些过渡的 基本的方针 你比如说人文主义者 他们就提出一些口号 比方说要和平不要战争 要风雨不要饥饿 要次序不要紊乱 要愚昧 不是要愚昧了 要科学不要愚昧 要文化不要愚昧 这样一些口号的提出 都是对当时非常强有利的 我们记得我们中国搞那个武士运动 也是要科学要民主 所以欧洲向那个近代社会过渡 它也是有些先进的知识分子 他们首先举起了一些 和民生有关的一些口号 这些是有号召力的 那些文化的发展还代表着 世民文文主义者 他们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 这就是说他们要有个性 要有理性 要有能性 要有私性 什么叫个性呢 就是创新 就是要做一些别人做不来的事情 方显英雄本身 文艺复兴时期 有那么多的新发现 新发明 它都是有很多创新内容在里面的 这就是说他们所说的求心求意 不再求全这辈 那么个性就这个意思 你比方说有两棵树 两棵树同样的种子 同样的管理 但是一棵注意养福它的根迹 长得很粗壮 另一棵呢 长得很迁落 结果封一栏呢 那个很粗的树 摇也不摇 简直很有个性 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呢 这种很有个性 很有自信的那样一种人呢 也表现在他们的艺术造型里 像那个米开朗基罗所雕塑的大卫 很有自信 所以从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是提倡自信的 另一个提换理性 但是这种理性呢 是现代的理性 现代理性是动态的理性 它和传统的封建理性有所区别 传统的封建理性就是不能越轨 像那个孙悟空用金库棒 画了一圈 叫唐僧在里面 一出来就叫越轨 现代理性就是动态理性 是指一种高峰体验后的理性 也就是曾经沧海在喂谁 什么叫曾经沧海在喂谁呢 就是一个人 如果他已经是水平极高的数学家 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 他一定说是二 一个经历过无数风 处理过无数人和事的人 你再处理一些简单的人和事 他保证就觉得一二一 一加一等于二 他也不会错 这是经过一个动态的发展 产生的一种理性 所以他们那个时代呢 就是要把人的生命潜力 全部发挥出来 同时还不能做错事 除了提上个性理性外呢 还提上人性 人性首先是 人类这个词别不断地应用 要提上人道主义啊 人文主义啊 人的内性啊 首先人不是再是动物 过去呢 西文里面 英文里面有两个词来称人的 一个叫animal 像political animal 政治动物 social animal 社会动物 现在不用了 现在称人 不称动物了 那个叫creature creature就是很难翻译啊 就是一个造物主的造出来的物 那么现在也不用了 现在就称人 人呢 那样一来呢 就要有人的尊严 比如有的内文主义者 就是说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人是可以无限发展的 人往上走走 就变成天使 再往上走走 就变成圣徒 再往上走走 变成天使 就能进天国 能往下走走 那就变成什么 变成动物 再往下走走 变成植物 再往下走走 变成矿物 所以人呢 是有一种自由意志在里面的 那么从这么一些情况来看呢 我们觉得发展文化是条经验 我们必须把经济的发展 和文化的发展同步进行 这样呢 才能完成一个社会呢 向前发展 从思想文化方面入手 欧洲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一个呢 从法自然 走向了法科学 本来就是模仿自然 自然界怎么样 就认为是固定不变的 那么现在 德斯要用实验来证明的 要有科学来加以说明的 所以从自然主义呢 走向了科学 第二个情况 从伦理学 走向了法学 欧洲过去 法学也是很重视的 罗马时代有罗马法 但中世纪这一点呢 却衰落了 中世纪强调的是道德 伦理 那么文艺复兴的时候呢 法治开始产生 那个时候 到马基亚威力的时候 政治学已经很有规律可循了 道德学向法学过渡 那个伦理学向政治学过渡 所以这个呢 一个转变呢 也就是中世纪的那个 那个人情关系呢 向近代政治学过渡 第三个情况 欧洲在中世纪呢 又有禁忆主义的关系呢 人总是觉得是有原罪的 产生的这种罪感 文艺复兴改变了这个状况 罪感向词感转变 也就是说中世纪人太压抑自己了 在神面前是罪人 在别人面前是罪人 在贵族面前是奴魄 人有的是罪感 文艺复兴开始了 人的个性开始展现了 竞争精神出现了 能感到的是一种词感 假如我不成为伟大的人 我有一种羞辱感 不成功是自己不努力 所以产生的是 持虞感 而没有罪感 第四个转变呢 从内圣走向外王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也是修生养性的 在修道院里修生养性 但是没有做什么 对现实社会有利的事 那么现在呢 他们把所有的才华 贡献于建设社会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们就从内圣走向外王 促进了社会发展 那么还有呢 从浪漫主义 长向理性主义等等等等 总之呢 我们的第一条经验 就是欧洲在过渡的时候 它的文化宗教经济制度 都是同步发展的 这一点呢 是很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的